念佛非常好 像我很喜欢洒甘露水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这个甘露水代表药 所以把很多的不好的传染病给净化的 而且不施甘露 给这些众生可以离苦得乐 帮助这些恶鬼道 帮助这些众生 帮助鱼 帮助树 帮助草 就是用慈悲的力量 就可以净化这些传染病痛苦的一切 所以大家多练习 南无观音菩萨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我们看到很善良的人 内心也会感到舒服 因为一个人的身语意 会影响到他人的感受与环境 菩提心是大圣佛教的精髓 更是众生安乐的全员 该如何培养菩提心呢 首先 要对一切生命 怀有慈悲慈悲心 进一步 还要对一切生命 生起责任感 最后 对于诸法 要具有空性的智慧 反复修持这三者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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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念佛当下就是佛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真切地 安住在意念佛号上 那么当下的心 就已展现了佛的智慧 慈悲与力量了 即使是世俗男女的爱情 也能凝聚成一股力量 这股爱的力量 无法只从书本中吸收或学习 必须由实际经验中历练与成长 生命本来就是变化无常 无论人生是否有伟大的成就 事业是否成功 只要我们的心 能够不离开慈悲心与菩提心 不曾离开利他的正确方向 事情本身不见得必须成功 因为过程往往远比结果重要 自私的爱 会覆盖我们的本来否信 也会将无私的悲心消灭 我们要以爱自己子女 自己父母的心情 方式 关爱一切众生 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 也才是真正的慈爱 如果我们对于他人 也能有感同身受的直觉 自然的 就会将爱心 扩展至每一个生命 我们首先要将自己所感受到的苦 经常地想一想 深刻地体会生命的痛苦 以此来培养慈悲心 这份慈爱众生的力量 就是生命喜悦的全员 当我们以喜乐的心 透过外在的慈悲心 透过外在的慈悲形象 平等对待一切众生 就是佛教修行的最高阶段 我们常讲慈悲 但慈悲要从哪里开始 就是要从平等做起 就像移动大楼的建设 必须从地基 必须从地基开始做起 如果我们没有平等心 那么如何发展 无私的慈悲心呢 所以平等心 是最根本的基础 也是佛教修行者 最高尚的表现 会伤害我们菩提心 与慈悲心的 就是自私与我执 我们要时时保有一颗 与空性相应的心 尽量放下自我 经常思维 缘起信空的真理 如此 才有蜕变的可能 为了培养 利他的慈悲心 每天至少一次 利用一点时间 来念诵有关 激励菩提心的经文 论文或运文 当我们为某事 感到愤怒时 可以先试着 静下心来 思考称恨 将会带来的坏处 与负面能量 如此深入 持续地观想 让嗔恨降到最低 然后再试着 让爱与慈悲 越发精进 越发增长 慢慢地 将能成功地 减弱 易怒的脾气 并且增进 慈悲的内涵 弥勒菩萨曾经发愿 愿我将来 成等正觉时 制定一切佛子 不得食肉的戒律 而为了尽早 迎接这位 未来佛的来临 愿我们都能够 开始速食 速食能将祥和之气 带到家庭 社会乃至全世界 速食能够使我们 身心清静 并增长慈悲心 当我们身心 达到一定的清静 与调柔时 智慧也将自然地 得到增长与名利 佛陀 佛陀于《涅槃经》中说 一切佛子 一切佛子不得食肉 食肉就断慈悲种子 食肉者非佛弟子 这是佛陀的金口良言 我们应当深思 并且以较奉行 用慈悲变成一种习惯 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 一旦不小心吃到荤食 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 同理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 如果内心存有恨意 无愉快的念头时 也很容易向内反省与自责 并使自己很快速地 再度安住于慈悲之中 佛陀传师曾开示我们 如果希望上升西方净土 联品增上 该怎么做呢 就是念佛 吃素 兼放生 必到西方圣品会 只要我们能够 力行戒杀 吃素 护生 以及念佛 积累资粮 就能净除一切障碍 上升佛国净土 典品增上 如果我们能够以戒杀 放生 吃素 忏悔 念佛等五步走 老实的修持 此生保证 此生保证速得成就 以戒杀 放生 吃素 忏悔等修持为助行 并以持名念佛为正行 专制求生净土 这实在是当今世代最为方便 最为稳当的修行妙法 可说是万人修持 万人成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提到 诸于最终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 奉生第一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们 应当懂得将心比清 平等慈爱一切生命 我们对一切生命 施予无畏 自然也将感得 平安与吉祥的善保 世间少于念杀心 就少一分危险 多一念悲心 就多一份幸福安乐 我们若也希望过着无畏的生活 就先从减少一念杀心 多增长一念悲心做起吧 素食是一种尊重生命的善行 更是长养慈悲的大圣修行 日常生活中就能实践慈悲心的人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必然能够远离紧张与危险 昼夜六时 恒常吉祥 一切物质与精神等诸法 都是无常的本质 没有异法例外 当我们打破 对于诸法执着的心态时 我们的心性将会得到舒展 悲心也将更进一步地增长 而对于一切正生的关爱 也才会更加坚固与不退 从菩萨利他的深度 与广度而言 我们根本无法分别行业的贵贱 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动机 动机不同 所看到的世界也就不同 有利益于他人的事情 我们就必须去做 有利益于正生的言语 我们就必须去说 怀着善心 一切都以善良为出发点 不要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 及言语 让自己成为佛陀 在人间的清善大使 服务众生 去进行者的工作 才是我们生命动力的来源 大圣菩萨的愿礼 是无有边际与限量的 在这无有穷尽的大悲愿礼之中 我们不断地实践 普贤菩萨的大恨愿礼 立以众生劝发大心 前行发心 正行修持 结行悔向 就是菩萨自立立他的三大原则 大圣佛教的修学 从一开始就要有利益众生的动机 有了正确的动机之后 就开始专注于佛法的文 姿修 最后 更要将修行的一切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如母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到当价 生儿育女 是身为女性的天职 对于小玉 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 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 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为她 我常在想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每天辛勤地工作 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 我一直疑惑着 萌萌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 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 这天 我被扣上了项圈 带住了羊圈 大师父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在我眼中四成相似 我觉得十分害怕 脚步停了下来 眼睛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原来天人之路是这么简单 这么的幸福 娱乐 Fin 份 iOS o 'm'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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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礼拜慈悲三面水颤 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既甘露诗事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2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 地点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重德路一段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04-2238-9987 04-2238-9987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见牌位 欢迎填写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子医师陈慕容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让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 除了用肥皂之外 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 有些朋友觉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使用的量只要2-5cc就可以了 将酒精或干洗手 喷在手心、手背并搓揉20秒就完成 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 吃东西前照顾小孩前 看病前后、醒敌地后以及上厕所之后 在适当的时间洗手 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 自己满意 哈哈 性辈水 准确 自归以妇 当愿众生 首你 修 深入境遭 智慧如河 自归一色 荡原众生 痛离的酒 一切无碍 河南山中 一两三步 一两足逼 这点很重要 所以让内心不空过 我们的外表会流起 但是我们的心要一直训练 如果说你的快乐 顶着你的外表 设我的名字 那么这样就是可能 因为你的内心里面没有训练 老了 很疼痛 老了 大家就来乱疼 我老了 我老了 那时候我现在很有事 但是内心里面不快乐 过年 你的女孩没回来 你就睡不着了 结婚了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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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疼痛了 然后呢 每天就要疼痛 想到那里面 心无忤怨 所以呢 我们的心要看清楚 尊重 那时呢 我们的心要看清楚 就是嘴唇 各位要保持这个习惯 看着地板 我要做红地炭 温柔慈悲 让人打 那今天呢 忍入如地 那你要嘛 一直转变自己的念头 那各位 你如果这样去做呢 那你就会发觉 你会慢慢开发一种自在的心 不但自在 然后呢 你又开始去给予人 生较方便 但是你要去转化一切 首先你要有清净心 然后呢 主佛菩萨给你加持 佛法给你引渡 各位 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想要理一种心 怎么做 因缘不可思议 很多创造很好的因缘 主佛菩萨会引导你 让你看到该看到的 也让你看到痛苦的 要怎么去弥补 有的人 问货疑不知道 有的人 马上就看得到 哦 一顿座里面 有两人请你 有的人不知道那里什么不对 整篇念我都不知道那里什么不对 有的人 只要一看就看得到那里不对 但是有的人虽然看得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了解艺术 有的人虽然了解艺术 但是他没有赢 那这个就是你 心灵的层次到什么地方 你就看到什么地方 对我们环虎来看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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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亚山 对佛来看 哦 这个人是佛 有什么障碍 必须给他导 所以呢 你得去看看 生理人看是必须贪子 让佛的人看 是必须给这个人做佛 你要去思议一下 那为了要给他做佛 让我们也要 是一种幸福的方式 他妈咱们 有什么障碍 都没法 导致 我 帅哥 导致 都没有 要 便 这 是 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